嗨 大家好 我是杰克斯 今天這支影片呢 就單純的公告影片 公告什麼呢 我相信 影片的標題跟封面應該都寫了啦 對 我要搬回去台北了 我要離開就是 我發跡的這個台中 那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啦 主要就是一些 就是私人原因跟 剛好台北的家 其實有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方便我去運用 所以就決定 回去台北 然後 繼續 用一個比較好的空間來做一些 比較大一點的實驗 理想的狀況是這樣啊 那詳細呢 應該就直接拍成影片給大家看說 台北的環境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請大家敬請期待 那最近這幾天呢 我還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我的機車 從台中騎回台北 大家不要懷疑 我當時下台中 就是騎機車下來的 那個時候 只花了一天不到吧 就是 差不多中午出門 然後大概 下午6點就到台中啦 那時候體力很好 結果我之後再騎回去一次呢 大概花了12個小時 因為變胖了 體力很差 而這一次回去呢 應該 就是會 帶著小童 一起上台北 所以 不知道會花多久時間啊 途中也不知道會不會迷路 以前 下台中的時候 那個時候手機還不是智慧型 沒有導航的時候 我記得我是從網路上面 Google地圖 然後把 怎麼走的路線 全部一條一條 用印表機把它印出來 然後照著上面的走 所以 其實 迷路了很長一段時間 這一次 有Google的導航 說不定會比較快一點 請大家期待一下 因為我應該會把 上台北這一段拍成影片 謝謝 台中的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我要回台北啦 希望能在台北 也拍出很多 很有趣的影片給大家 那我們就 騎車上台北的時候的影片見吧 拜拜 是的這一支影片就只有這樣子而已了 對沒有別的了 大家快去睡覺快去睡覺 怎麼樣 閃羽 LAN 不好 我